你看有看過茅草屋 我想你們都看過 或者是照片 但是你有沒有看過茅草屋這麼厚的 沒有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在我家附近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宋楚怡在當省長 那前一任的文化部長 在當台灣省文化處的副處長 監處長 那我去跟他講 我說你這個要保留下來 結果他也保留不下來 其實政府的公權力 如果要保留 可以不會保留下來 可以啊 是嗎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有很多的補給 都是在政府有意無意之下 你知道嗎 最近幾天台北市有一個 大家都在稱說 那個要保留做補給 哪裡 去捐百貨 就在衡陽路和博愛路交叉口 國泰四華銀行 那個就是原來的集員百貨公司 這棟建築 你知道嗎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們人親土親 這樣有沒有離體 沒有 沒有 你看這每個人的想法就不同 你知道 有人講沒有古蹟 有人講隨便老師講 有人講題外話 這不知道是哪一進化是對 我也不知道 好 跟大家報告 那一棟房子還保留 集員百貨公司的時候的 原來的結構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有人就建議 那個要把它指定為古蹟 但是業主喜歡不喜歡 不喜歡 當然不要 可是我們的政府現在可以做 你知道 他可以給他怎麼樣 給他容積力移轉 政府有很多那種鬼方法 好 我們不談他了 談這個 漂亮不漂亮 漂亮不漂亮 多看一眼 你下一次 你就不曉得 何年何夜何時才看得到 好 下一頁 來